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日前在法说会上提到,展望2024年全年,总体经济和地缘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可能进一步影响消费者信心和终端市场需求。 预期不含记忆体的整体半导体市场,在2024年将经历更和缓及渐进的复苏。 他们对此下修了对2024年半导体市场的展望,预期将年增约10%,而晶圆制造产业则预期成长中到高端十位数百分比。 两者都正在摆脱急剧库存调整和2023年的低基准。 鉴于魏哲嘉在法说会上提到,预期全球晶圆代工产业产值年成长10%,按照相关说法,较先前一次预期20%以下修。 对于这些预测,产业界人士认为,主要会使成熟制成应用需求复苏较缓慢所致。 魏哲嘉说,对于台积公司而言,他们仍然预期2024年会是健康成长的一年。 得益于他们的技术领先和广泛的客户群,台积公司业绩预计在2024年将逐渐成长。 若以美元计,台积公司全年营收预计成长低到中段20为数百分比。 从这些讯息来看,台积电对全球半导体产业展望预测已从超过10%修到约10%, 晶圆代工展望从20%下修到15%至17%都是以美元计价。 至于台积电,自己年成长21%至26%不变。 法说会上台积电还宣布,今年资本支出仍维持全年在280亿至320亿美元不变。 针对资本支出用途,2024年约70%至80%用在先进制成技术, 约10%用于成熟和特殊制成技术,10%用在先进封装及光照生产。 稍早蓬勃以用市场人士的观察,拖鲁台积电这几季的营收将优于预期, 有可能提高今年的营收和资本支出预测, 主要反映人工智慧推动的强劲成长将持续下去。 以挥达为首的AI晶片厂销售频创佳计, 加上生成是AI也导入各产业应用,吸引更多的晶片公司投入, 台积电是人工智慧最主要晶片代工厂。 Counterpoint Research数据显示, 第四季度台积电占全球代工收入的61%。 三星代工以14%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二。 台积电的净利润率为40%, 继续是该公司历史上最高的之一, 而行业平均水平为14%, 这表明台积电的强大竞争地位。 高利润率是7奈米, 即更小尺寸的销售份额增加的结果。 Konatexia市场分析师Jagor Strauss近日表示, 去年台积电的业务受到宏观经济逆风和库存调整的影响。 智慧型手机和个人电脑制造商在大流行期间囤积晶片, 导致随着厚大流行时代需求减弱而出现库存过剩。 4月早些时候,台湾发生了25年来最强烈的地震。 台积电发言人表示, 初步检查后, 其建筑工地一切正常, 但部分晶圆厂的工人被短暂疏散。 这些工人随后返回工作场所。 台积电财务长黄仁钊则对投资者和分析师表示, 没有电力短缺, 他们的晶圆厂没有结构性损坏, 他们的关键工具也没有损坏, 包括他们所有的机子外曝光工具。 EUV机器对于生产最先进的处理器至关重要。 然而, 一些晶圆受到影响, 不得不报废。 其并补充说, 该公司预计大部分产量损失将在第二季度恢复, 对收入的影响最小。 美国最近还初步批准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子公司 提供高达66亿美元的政府资金, 用于制造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 另外,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在法说会上提到, ColeOS先进封装产能持续吃紧, 产能缺口已扩大委外制专业封测代工厂, 希望相关业者帮忙。 他强调, 台积电持续扩充ColeOS先进封装产能, 自家产能目标今年翻倍以上成长, 明年也会持续努力, 收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距。 魏哲嘉释出, 扩大将ColeOS先进封装委外, 以解决产能缺口问题。 分析师提问, ColeOS先进封装产能不足一提, 魏哲嘉回应, 由于需求强劲, 台积电尽力增加产能, 仍不足以满足客户需求, 今年相关产能呈现翻倍以上成长。 魏哲嘉也说, 台积电透过与专业封测厂伙伴合作, 来补足公司产能缺口, 仍无法满足客户需求, 需要持续努力, 抵凭供需之间的差距。 台积电已将先进封装相关技术, 整合为3D Fabric平台, 可让客户们自由选配。 前段技术包含整合晶片系统SOIC, 后段组装测试相关技术, 包含整合型擅除Info以及ColeOS系列家族。 挥答先前于2023年财报会议中, 首度证实认证其他ColeOS先进封装供应商产能作为备员, 借此缓解先进封装产能吃紧问题。 法人推测, 挥答认证其他ColeOS先进封装供应商产能, 除了台积电为主要供应商, 自身积极扩产, 也将前段部分与后段OS协力封测伙伴群扩大, 包含联电、日月光及美系封测大厂Anker等。 其中, 联电将为前段COW制程准备西中介层产能, 后段则由日月光旗下锡品及艾克尔负责WOS封装, 成为另一条ColeOS先进封装供应链。 台积电三奈米制程在苹果、英特尔、高通及联发科等大客户带动下, 需求相当强劲。 台积电更看好二奈米制程需求。 总裁魏哲家指出, 二奈米新设计定案TAPEOUT的开案量表现比三奈米及五奈米更强, 预期将在2025年量产。 台积电三奈米制程需求强劲。 魏哲家指出, 目前三奈米的营收占比将会维持在当前约9%的稳定水准, 但以绝对金额来看, 三奈米的营收数字渴望比去年成长三倍。 考量三奈米制程产能强劲。 台积电财务长黄仁昭表示, 目前规划将部分五奈米设备转为支援三奈米产能。 至于二奈米制程部分, 魏哲家表示, 目前从客户设计定案状况来看, 二奈米需求更剩三奈米、五奈米等先进制程, 且几乎所有AI相关公司都有与台积电合作。 预期2025年将渴望进入量产, 届时会是台积电非常重要的生产节点, 看好未来二奈米的贡献金额, 渴望高于三奈米制程。 台积电指出, 二奈米制程的产品组合将与三奈米相当类似, 代表届时仍以高效能运算、HPC级、智慧型手机应用等中端应用为主。 根据台积电先前规划, 二奈米厂区分别落在新竹宝山Five 20的四座12多晶圆厂, 以及高雄三个厂区Five 22, 当中又以新竹宝山的Five 20进度最快, 渴望成为台积电最先量产二奈米的厂区。 据了解,台积电二奈米制程将首度导入NinoSheet结构。 魏哲家指出, 届时台积电二奈米的密度、能源效率将会是半导体产业最好。 不过,由于二奈米生产周期较长, 预期最快要到2025年第四季或2026年第一季才会开始贡献营收。 一届指出, 台积电二奈米制程首度采用NinoSheet结构, 不同于先前沿用多年的骑士场效电晶体FinFET制程, 加上二奈米在曝光层数至少30层以上, 比三奈米多不少, 是二奈米生产周期比三奈米拉长关键。 另外,初期良率不高, 也是让明显贡献业绩时间点落在明年底原因之一。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